來,3、2、1 急急不難愛心 3、2、1,開始 三個來自台東不同的家庭 開始拿起了購物欄在超商裡頭 拿起家裡要用的 或者是小朋友最想要的玩具 這是由知名超商跟世界展望會合作 為了關懷國內的急難家庭 特別進行了封管的活動 在12月21日下午 就在中正路以及博愛路這間超商裡頭 進行封管 你喜歡喝幾瓶嗎?哪裡? 拿這個 哪一個? 那哪一個? 小朋友 你有拿的嗎? 好一點的 旁邊很多 這個活動拿了很多東西 你大不高興? 高興 那你大部分都挑了什麼東西? 玩具還有那個要用家裡的東西 那些 協助我們做一個這樣子的 急難家庭的募集的活動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活動 我們預備要募集一千五百戶的 那個急難家庭的那個急難救助金 我們希望說可以給我們台東縣 這一些急難家庭 過一個小朋友他們可以到我們生們這邊來 免費拿取他們想要的東西 提供他們家裡的一些需求 世界展望會與知名的超商合作 也表示感謝 急難家庭當中有很多是雙親失業 或者是因為許多的意外 導致了家庭的功能失調 若這個時候 能夠有人適時的伸出援手 就可以讓貧困的家庭 度過一個溫暖的新年 適逢聖誕節的前夕 推出這樣的活動 讓在場的小朋友以及家人 感到很溫暖 那你送給 最想送給爸爸媽媽什麼禮物 雞精 雞精喔 還有小朋友說了 第一個就要幫爸爸拿雞精 這句話一說出 感動了在場所有的人 雖然年紀小 但是他知道 爸爸是為了家庭的辛勞付出 所以要拿雞精給爸爸喝 最後才選了自己想要很久的玩具 不一會的時間 三欄的購物欄裡裝了滿滿的用品 也象徵著大家滿滿的愛心 這項活動預計要募款1500萬 給予1500個家庭 也希望大家能夠發揮愛心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家庭 東太宣布溫格的採訪報導